从切葱 拨斗崖到汤面条和贡丸 一碗到地的台东小吃蜜苔木就大功告成 网络节目上留着好难得大秀厨艺 光看我们这样在弄 就知道平常其实我是有一定的熟练 原来平常在家就会帮忙下厨 主面对他来说很简单 放眼从政之路可是神经百战 这回对决国民党现任县长姚清凌 第六度挑战台东县长宝座 他毫无畏惧 从走遍台东各个角落 充分了解地方见识和发展 这次原著名选票就占台东人口三分之一 成为左右选战的关键 因此刘兆豪多次的前往部落 和选民拨干净 透过这样彼此更多的一个互动 也了解各地的产业的面貌 然后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 2018的时候选民其实给他很高的选票 几乎是这过去这将近20年来 最高的县长的得票数 但是大家也提出一个疑问 他过去这四年的表现 真的是跟那么高的得票数 是不成比例的 他在任内将近四年的期间 大家非常在意的台东的高房价的问题 但是他任内县府所推动的社会住宅却是挂灵 前两个给他四年 就要打造正义居住的新台东 刘兆豪平的十年立委的经历 又翻转台东半途 阳蓝天变履地 明镜需要绿洲的黄红玉台报导 明镜需要绿洲的黄红玉台